女性顏非常好 而且她有把妹三個功夫 就是那個三個功夫 一講一定搞定 好不好 你知道在夜店 看起來都是那種由頭滑面的 對不對 然後突然來一個 這樣正正經經很害羞的 對 然後坐在那裡傻傻的問你 你是什麼星座 你問三個問題對不對 你是什麼星座 先問那個明年選舉 你是什麼黨要選誰 我說我是無黨的這樣 那你呢這樣 我說我那不就是 是魅力無法擋嗎 然後 好 給我看 她就說妳好爛喔這樣 妳好爛喔 我就說好 那好了好了 不玩了這樣 那你數什麼的 她說不是我數2的這樣子 那你呢這樣 我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什麼星座 什麼星座 那最後就是 好了 來我家坐… 坐… 上帝 妳是對的 妳是讓他摔一跤 讓他知道 不要再用這種方法 要用真心來面對妳的女朋友 對 我要懺悔 要懺悔 對 就讓妳在家裡好好的 就叫別醒 其實這個是我最近在拍那個MV的時候 因為我那首歌叫You and I 是很親密的一首歌 那我跟那個女主角 一開始拍的時候 導演就說 你們兩個真的很不熟耶 完全拍不出那種很親密那種 那種感覺 她說我給妳三分鐘 妳跟她換手這樣 那我… 三分鐘 對 對孫耀薇來講 稍嫌 多了一點 那我就剛好就用一分鐘 問了她一個問題 然後她們就哈哈…笑一笑一笑 然後就破冰了這樣子 其實不是泡妞了 其實我已經… 我已經沒有… 我已經失去這個功能很久了 只不過為了MV又稍… 承然一點點 對 其實我覺得 在人生當中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 寫了這麼好的音樂 摔也摔不醜對不對 她最重要一點 當她不能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她 我覺得人生就是到了谷底 一個這麼樣…喜歡音樂的人 又準備回來要唱了 唱自己的歌的時候 喉嚨出血 對 怎麼會這樣呢 就剛剛說我07年 就是回到香港的時候 一帆奉順這樣子 對 演唱會什麼那些都很好 那想說這準備真的要回來台灣 把我的音樂的這個版圖 重新再回歸這樣子回來 光復一下是不是 我可以想到因為我在寫歌 我很喜歡亂叫 那個Key有時候都亂吼這樣亂叫 然後香港的宣傳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然後還有去內地唱歌 因為要賺錢 老實說 所以就變成喉嚨就… 聲帶就負荷過重 然後就那個時候一唱 就裡面的兩片聲帶 就沖血 然後就爆 會爆血 都是血這樣 你是沒有感覺的 譬如說講話講到一半 突然之間 沒了 就爆了 爆了之後 如果要他自己好的話要一個月 我要加快他好 因為我要錄音 類固醇 吃類固醇 然後從一天吃一顆 到一天吃三顆 然後整個骨頭都很酸軟這樣子 因為吃那個很 破壞那個鈣組織這樣子 然後不理醫生 醫生說你要休息 不理他 不理他 到最後面 有一天真的是錄不到 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必須要停止兩年 要不的話你可能講話都講不了 那我就很難過 那天我就剛好去了教會 那我在香港 我的藝人教會裡面 我算是一個大哥哥這樣 很多年輕的藝人都在那邊 然後平常我都跟他們說 要對上帝有信心 有時候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輕言放棄 因為上帝有最好的安排 結果那天我就在一群小 小我很多的藝人裡面 我就哭起來 我說我怎麼辦 不能唱歌 然後他們就反過來安慰我 上帝有最好的安排 這樣 那我結果我那天回去 我哭了一晚 然後禱告 你哭了一晚 哭了一晚 對 在禱告完之後 我突然間覺得很平安的一點就是 好 你不讓我去唱 那我寫歌 我繼續寫 我第二天我就去那個琴行裡面 再多買了兩部鋼琴 我的家裡面是一打開門 就有一部琴 然後上樓梯 上到我的書房裡面有一部琴 我的床 我的腳不用踩到地 我就先踩到那個腳踏板 然後我躺在床那個旁邊 馬桶旁邊也有這樣子 我剛剛說馬桶旁邊會不會有 它也有 因為 很長時間 很多靈感 這個是拉肚子才會寫到的 所以這兩年的時間 你真的花了兩年在修復這些嗎 結果很奇怪的一點就是 為什麼他們說上帝有最好的安排就是 因為很奇怪 我在我寫 寫我的歌 寫到有一天 香港的環球唱片有一個很大的演唱會 是一年多前就準備的 我必須要去唱 結果那天我在演唱的時候 第一首歌唱完三分多鐘 沒有爆耶這樣 再唱第二首歌沒有爆耶 結果三個多小時演唱會 我都沒有爆 那我的老闆就跟我說 聲音不錯啊 我說對耶對耶 他說那還等什麼去錄音吧 沒想到我進錄音室裡面 他們就重新再跳歌 就把十首歌都跳到 是我在那半年寫的歌 我就出了我第一張的全創作專輯 這樣子 所以上帝自有安排 對 就讓你安靜下來 醃之飛福了 反而有一個好好的時間去寫歌 然後也讓我在香港的音樂裡面 有一個新的一個一頁 因為我的創作變成是一個 大家受到注意這樣 所以原生有的時候 在你生病或者在你最 覺得最慘的時候 就像你枯葉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覺得那好像完了 對 還好沒有放棄 人生的危機可能就是一個轉機 在那個時候 其實2007年的時候 她又有了一個新的音樂夥伴 又是一個女的 對 又姓陳 對喔 陳惡玲小姐 我們去做 重要的一件 小燕姐就是 不是我的專輯啦 是ERICA 魁惟九年最誠肯的 沒有說再見專輯 沒有說再見 透過她的手啦 透過她的手 也是你幫助她 完成這張專輯 你看看 今天這個畫面 芝麻龍眼 其實妳那個時候跟潘美成 都是在那一帶都是最紅的對不對 所以人生很奇怪 其實到了後來 妳變成她的這個 製作部的這個 虧手這樣子 07年再到香港去的時候 看到她的時候 妳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公司跟我講說 可能我們要去跟孫耀威開會 聊她的國語專題 我說 孫耀威 那不是認識妳真好那一位嗎 但是我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要做什麼呢 我之前後來 香港的創片公司有給她 給我們她在香港的全創作 我說 天啊 她會創作 對 我就聽完之後 整個改觀說 她這幾年真的有在認真在學習 因為從一個偶像歌手 妳要賣到實力派跟創作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這非常不容易 尤其有新的印象 如果你不是偶像 妳就出來是創作歌手 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妳反而有了那個成績 再要蓋過那個成績 我覺得最難 我最開心就寫了那張創作專輯之後 然後在那個上海世博會 那個香港廣的主題曲 後來他們找我去寫 真的嗎 對 就是開始大家覺得找我 不是找我去做什麼秀什麼 可以幫世博會寫一首主題曲 被肯定 張學友去唱這樣 我覺得那是最棒的一件事 你寫歌張學友唱 對... 恭喜你啊 然後那個... 寫了這個歌之後 那個香港特首還請我吃飯這樣子 跟那個什麼財政司長 我覺得是我人生的一個就是... 零點 對 我覺得是好像升級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 在你沒有認識上帝之前 你也是一個很有自信的男生 對 但是不一樣 就是其實我有在檢討 我... 你以前是不是真的很花 其實還好啦 沒有 真的沒有 我為什麼有這個印象 會嗎 可能就是因為我的戀情 都有一些新聞吧 不太會去隱藏 然後大家都知道這樣 但是其實如果跟我談過戀愛的人 都知道 基本上我一談戀愛 我就會把那個人 當成是我結婚的對象 然後反而是到最後我會... 很... 很難過很難過 就像那個女生... 發現她原來跟我在一起 是有別的用意 或者是... 她到後面她會重傷我或什麼 其實我都... 我從來都不講 我就反正我就... 她自己一個人會很痛很痛很痛 我是那種連住手離職 我都會痛一兩個禮拜那種人 對 所以你是很容易... 感情很...很重情的 我很需要愛的一個人 對 但是就是... 自信是一定有的 以前 自信是一定有的 其實我覺得以前是... 也有自大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從小我唸書 只要重要的考試我就去考 OK 不重要的 我不及格 我都是這樣子 然後一出道 然後... 聰明小孩 一出道 然後又那麼幸運的 認識妳真好 找到這麼好的歌這樣子 然後去第一次去拍戲 然後那個唱片不想唱 去拍戲 突然間就碰到就有這麼好的一個戲 對 又可以紅 到07年 我再回去香港 全部人都覺得偶像過了 就不會有第二個春天 我又可以再賣得很好這樣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好像 還不錯嘛 我靠我自己這樣子 但是我一直... 後來我再想到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好了之後 我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在後面 我為什麼都不能撐著 為什麼我起來 我又下來 起來 我又下來 為什麼我都要這樣子呢 後來我看懂了就是 我自己不夠謙虛 不夠耐心 然後各樣各樣的反省之後 妳真是什麼星座 不是到我家來做